日期与时间 在电脑里面 日期与时间非常重要 因为它关系着存档 还有大家习惯的日期时间看法 当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日期时间 我们就要往右上方瞄 现在看到我们这些录影的时间是5月25号 17点12分 你点它 它就会出现万年例 所谓的万年例就是 你看这里2014 我可以找2013以前 几月几号星期几 2012 我们现在是2014 5月6月7月8月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你按这里 它是给你看一下而已 它时间并不会调整过来 不会强制调整过来 这只是方便你看而已 因为时间让你调整完之后 电脑的一些设定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你真的要调还是可以调了 那我们后面再教怎么再调 那注意的是这个是日期 时间在这里 我们现在是15点13分 是谁的时间呢 是台北的哦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 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时区设定不一样的话 它就会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调整日期时间在这里 设定 设定你日期与时间的时候 你会看到 日期与时间的调整 这边看到 我们现在是台北 那你选择其他地方 它的时区就不一样 那目前我们的时间都自动从网络 网继网络中叫时 这样子你的电脑时钟一定会正确 一定会正确 电脑时钟正确方便你平常在 使用电脑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时的时刻 不会有所误差 以前的电脑可以让你调整日期与时间 现在都建议你从网继网络设定 它会自动帮你对视 这时间是非常准的 你真的要自己手动调整 那你就把它按到这里 手动设定 这边可以设定 但是一般不建议你去动它 以免这个时间错了 你会误看了这些时间 甚至电脑在运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设定某某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这些都会影响它的运作 所以一般建议你 就是从网继网络中设定就好了 它自动帮你叫时 时间时钟走快了 它会把它调慢 它是对我们全球定位的 时间定位的一个 一个即时的时钟 时钟这边 你也可以显示像我这边 故意把月日时调出来 那你看我月份与时间 那你也可以勾掉 勾掉它就没有只剩下几时间 你也可以看到星期 今天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 叫周几 就是星期几的意思 星期几 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自己去调整 你需要的你需要的东西 那它也有行事力的功能 就看你要不要用 看你要不要用 自己调整成自己需要的时间 星期几我通常不调 那我就只要知道几月几日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调整 这样就可以完成 日期与时间的一个设定 或者是你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还存在 请人数公里 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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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機